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二凌晨E甲繼續有好戲上演 波羅尼亞會去主場迎戰拖連盧 波羅尼亞主場戰鬥力強勁 球隊近期各項賽事主場處於連勝 所以說波羅尼亞今場值得提高一線 另外這場賽事音直播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 今季E甲至今次有三隊未曾試過 輸過超過三場 波羅尼亞就是其中一隊 主帥姆達可以說是彰顯功力 姆達上季接過教邊時 波羅尼亞還處於呼吸線的徘徊位置 最終帶領球隊衝入前十位 今季頭十二輪 他們亦跡身到前十位 看到姆達的野心就是帶領這支平民球隊衝入歐戰區 在他的體系中,他強調中場控制 昆場聯賽控球率達到54% 排名二級前列 但球隊昆場攻門次數就是11.1次 排名下游 波羅尼亞進攻是主打成功率 李維茲菲申就梳里中場 舒克斯就作為爆破點 向對手的福地施壓 另外強硬的防守就是波羅尼亞得分的信心所在 昆場只失0.83球 在二甲失球第三小 現在距離聯賽半程結束還有七輪 波羅尼亞已經對陣過前四球隊 所以接下來的賽程應該比較輕鬆 就是搶分的好機會 今季聯賽主場勝率高達66.67%的波羅尼亞 但今仗應該就取得一場勝仗了 陣容方面後衛 蘇馬奧路和前鋒卡爾神都因相缺陣 另一邊拖連奧今季有 沙帕特加蒙 這位亞特蘭大踢出名堂的哥倫比亞前鋒 來到球隊 之後似乎有點隧道不服 九次聯賽上場 有22次攻門但只入一球 原本寄與口望的他無法交出如期的表現 至今拖連奧在聯賽坤場入球數只有0.83球 不過拖連奧上半場的表現還值得期待 加因球隊12輪聯賽只試過一次半場落口 但下半場的注意力經常出現不集中 今季聯賽有14個失球多達10個在下半場所失 何況金將要作客 所以說金將拖連奧應該難記口望 至於陣容方面後衛輸冊師和中場列治都是無緣上陣 因為他們是受傷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由於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 非集合尋 為了十分清掃 此為止 雙刀 此為何 全職 而這位 雙刀 是 此為止 雙刀 雙刀 此為答問題 雙刀